各位好 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耳鼻喉科 心中汉医师 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 非常常见的耳鼻喉科疾病 慢性鼻痘炎 首先我们大概要知道 什么是鼻痘 其实鼻痘并不是 鼻腔里面两块肿大 突出来的鼻肉 而是在鼻子眼睛旁边 骨头里面的一些空腔 在正常的情况下 这些空腔是借由 一些窄小的通道 和鼻腔相连通 而鼻痘里面的一些 粘液跟分泌物 就会借着这些小通道 排到鼻腔 最后再流到喉咙 有些病患之所以 会产生慢性鼻痘炎 主要是因为这些连结鼻痘 跟鼻腔的一些小通道 长期阻塞 导致鼻痘里面的分泌物 跟粘液无法排出 病菌就可以在里面滋生 长期感染发炎 于是造成了慢性鼻痘炎 那么有哪些状况会造成这些连结鼻痘 跟鼻腔的一些小通道 被长期阻塞呢 比较常见的原因包括 经常性的上呼吸道感染 或是鼻过敏 导致粘膜肿脏阻塞 或是鼻痘粘液 粘膜功能异常 导致长期发炎肿脏 还有鼻腔跟鼻痘的 解剖构造有异常 导致这些通道比较狭窄 而容易造成阻塞的 许多慢性鼻痘炎的病人 长期以药物治疗 它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因而需要用手术的方式来治疗 那鼻痘手术治疗的原理 主要是将造成鼻痘开口阻塞的 一些组织 以内视镜手术的方式 将它们移除 恢复鼻痘和鼻腔里面的 通道的一个通畅 还有功能 这时候鼻痘里面发炎的一些 物质就可以逐渐被排除 而恢复正常 达到治疗慢性鼻痘炎等 值得一提的是 现今的鼻痘内视镜手术 大部分都是以 微创刀的方式来实行 这样可以精准的移除 发炎的粘末组织 因此鼻腔以及鼻痘里面的伤口 比较小 恢复也比较快 而且可以不用像 传统鼻子里面手术 需要塞很多的纱布 来做填塞止血 一般这样的手术 只需要使用一些海绵 将鼻内的伤口稍微覆盖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样的手术之后 鼻子里面比较不会那么塞 那么脏 可以大幅改善 鼻子手术后 不舒服的一个感觉 不过在这里 我们也要强调的一件事是 虽然我们的鼻痘内视镜手术 都是以 微创刀的方式来进行 不过 我们鼻腔里面 原来就有很多的血管 因此 手术之后一两天 多少还是会有一些 肾血的情形 因此我们都会建议 病患在鼻痘内视镜的手术之后 住院一个晚上 在病房里面观察 到隔天如果伤口稳定 没有明显的出血 我们才会让病人出院 那有关鼻痘内视镜手术后 伤口的一些照护事项 等一下我会请我们的专业 又亲切的护理师 为大家做详细的说明 最后 也是许多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 慢性鼻痘眼手术之后 是不是会再复发 那要回答这个问题 最主要是要看 引起病人慢性鼻痘眼的原因是什么 比如说 有的人是因为刚才说的 鼻子鼻痘里面的解剖构造异常 造成开口阻塞而引起鼻痘眼 这一个病人 在手术将异常的一些构造移除之后 鼻痘的开口可以完全的通畅 因此很少会再有复发的情形发生 不过如果是病人的特异体质 特别是像他们的鼻痘粘液的免疫方面有异常 因此他会长期发炎肿胀 甚至不断产生鼻息肉 有时候在鼻痘眼的手术之后 粘末持续肿胀 于是又阻塞了鼻痘的开口 鼻痘眼又复发了 那针对这一类的病人 手术之后长期的照顾 以及保养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这包括规律的生活 跟健康的生活方式 避免抽烟跟吸到二手烟 还有在空气污染的地方 也一定要带有 另外还有一点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的鼻腔 随时都会吸入许多 有害的病菌跟过敏源 因此我们也会希望病患 每天都能够使用生理食盐水 冲洗两边的鼻腔 此外 医师也会开立抗发炎的鼻喷剂 病患需要长期的使用 可以抑制鼻腔内 粘膜发炎的反应 降低鼻痘眼 鼻息肉复发的机会 最后 希望在病人以及医师 双方的努力之下 可以让我们成功地 远离鼻痘眼所造成的困扰